大家可以看到4G的下載速度是去到42Mbps 上載速度是5Mbps 60Mbps 我們看到4G和3G的速度有很大的分別 而第二個測試我們希望除了本地之外 我們會用海外的應用程式 今次我們會用SpeedTags 今次我們選擇的伺服器是用在澳門 同樣我們4G的下載速度是去到52Mbps 而上載速度是去到15Mbps 而反而3G是幾Mbps 下載速度 上載速度是還在等 下載速度是還在等 第三個測試 大家相信平時都會在市場或WhatsApp 下載速度是很常發生的事 所以第三個測試 希望在市場下載速度 大概10Mbps的應用程式 下載速度是4秒之內 很快 真的如我剛才所說的 下載速度是4秒之內 先等下 沒有還不等 試過4個下載速度 然後3個下載速度 上載到Facebook 今次的測試 不如我們將一面相片上載到Facebook 我們四支已經上載完 三支都快 證明我們三支都不太差 最後一個測試 相信大家都喜歡用電話 看看高清的影片 大家用三支看電話 都會上載一下 或者等很多時間做到buffering 這次不如我們去YouTube找一段高清的影片 找來的是高清版的清明相項圖 試試 你記四支 一按正好 你去看吧 不如我們嘗試,有時候覺得很沉悶 我們看看效果如何 兩道法 好了,今次我們現場演示的環節已經完成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我們在稍後的現場演示街